掌握最新的财经消息 根据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 美国上个月通膨持续放缓之后 联准会有望在三月结束当前的升息周期 不过预期在此之前会再升息两次 每次升息一码也就是0.25个百分点 联准会决策官员暗示 最终利率可能超过5% 并且表示至少今年之内不会降息 以确保顺利压抑通膨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了